新麗門窗之 YOU 貓頭鷹時間 是由以下相互特約贊助播映 新麗門窗 澳門街 紛紛郵論 嗨 大家好 我是薛家燕 很高興可以在YOU 貓頭鷹時間 和大家見面 今天是母親節 我在這裡祝天下母親 個個都這麼開心 青春常住 最重要是身體健康 子女聽話 Happy Mother's Day 恭喜恭喜 歡迎大家收看YOU 貓頭鷹時間 在這裡多謝嘉燕姐 亦都大家這麼說 祝所有電視機前面的母親 母親節快樂 謝謝Nancy 專門在香港寄賀詞過來 真是有心 今天就是我們YOU 貓頭鷹時間 這個母親節的特輯 是的 你知道母親節是怎樣來的 其實母親節的由來 不同的地方說法都不同 首先就是古希臘 他們說這一天是紀念利亞女神的節日 原來利亞女神 就是古希臘的宙斯女神的媽媽 是的 在英國又不同了 英國將紀念利亞女神的節日 其實他們改了紀念耶穌的母親馬利亞 還有一個想不到的 從來沒聽過 我自己才知道 是希特拉 德國的希特拉 為紀念自己的媽媽 有一天叫母親節 是這樣的 是 在美國 北美就不同了 美國就在1872年 有一位叫Julia的女士 她首先提出了 將這一天定為了一個和平節 去到1907年 她將這個和平節 改了就變成了母親節 是 今天母親節 有什麼特別呢 是我們的特輯 當然 首先我們要請一位 大的母親出來和大家見面 OK 給他們掌聲 Tina和May 是 兩位 美美媽媽 小哥 你好 母親節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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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知道今天是這麼隆重的日子 所以我們身邊的兩位 是美麗的母親出來 當然媽媽出來 當然要帶點食物出來 因為我出鏡子 一定要食物 我們知道 我們小朋友 每個都是吃媽媽的菜 好 左手這邊的美麗媽媽 你今天做了什麼菜 咖喱雞 咖喱雞 哇 已經很惹眉 我剛才入鏡之前 我已經試過 未曾入鏡 流口水 入鏡的口水流不停 好 我想要帶紙巾給你買 好 好 這邊就是May May May今天做了什麼菜 做中間的齋菜 很漂亮 色香味的齋菜 我們知道傳統的中國人 逢真慶日子 尤其是生日 母親節 一定會做素菜 素菜 預言是合家平安 所以今天做了一個美麗的素菜 裡面有什麼材料 裡面沒有肉 全部都是家 OK 有蓮藕 有木耳 還有粉絲 豆腐 還有菜 還有冬菇 OK 看到已經很好味 裡面全部都是素菜的原味 原汁原味 我知道現在流行 我們叫做分湯素煮 很多時候很多朋友 我們吃得太雜 口味太多 喜歡用分湯素煮 現在你這個有沒有加 例如雞湯 諸如此類的 沒有 純素 純素 好 好健康 好健康 到了這個咖喱雞 你用來送飯 還是送辣 什麼都可以 什麼都可以 送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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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大口拌入湯 對 因為我知道你這個是印度式的咖喱 對 所以聞到的味道 就很重 黃薑的味道 所以如果配黃薑 我們知道 你自己也是很喜歡 用一些叻 去配 對 黃薑粉也很有益 對 因為健康一點 還有我們知道 這類的印度咖喱 它不是太多汁 所以拌飯的時候 那些味道濃縮 是特別好吃的 喂 走地雞好 還是普通的雞 什麼雞 不可以你 你喜歡走地雞 總之是 我覺得煮雞 真的入味一點 對 因為它有骨 是 那時間方面 會不會要很早 快一點 這個我煮的問題 就是很重要 那些有蕃茄 有蕃茄 如果沒有蕃茄 就完全不一樣 因為味道沒有那麼寬 對 吃咖喱 因為咖喱有很多不同的香料 起碼是一二十種香料 裡面 可以把香料的味道 對 大開它 大開它 那要加些 有些朋友喜歡加些菜蔬 我知道你加了蕃茄 那蕃茄 就變成了味道 可以把咖喱帶開一點 對 那些薯仔 其實加起來 總的時間要多長時間 薯仔你首先很重要 就是要炸一炸 炸到七成熟 是 因為要不然你一起煮 那些薯仔會變爛 讓它收到邊 所以炸到七成 然後 最重要 還有咖喱粉 要混和也好 洋蔥也很重要 要混和也好 然後慢慢煮 煮幾分鐘 那些味道就出來了 再放些雞 煮咖喱有咖喱的技巧 就是煮齋 就是煮齋的技巧 就是煮齋的技巧 很濃味 對 等一下 是不是食神駕到有你的技巧 當然 我上來一定不會是空手而回的 是 一定會煮些東西給大家分享 今天煮什麼 我今天做了一個很寓意母親節的菜菜 是 是 子母 子母 子母什麼 你很緊張 嘴巴也緊張 不是母子 是子母 子母 子母更溫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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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接下來 首先我們現在要看看金蘋果雙星 今天這個金蘋果雙星 其實是跟母親節有關的 是的 這個歌頌偉大的女星 好 大家好 又來到金蘋果雙星 今天時間我是Kella王麗明 大家好 我是小金子 這次金蘋果雙星的話題 相信很多未婚男士會感到興趣 是的 或者是他們沉迷多年的終極願望 正像真言 三十一章時節所說的 才得的婦人誰能得到呢 她的價值遠勝珍珠 嗯 古語也有說 取妻求淑女 現淑的女生 正正就是男士們追求的目標 但是要找一個有財又有得的老婆 哇 那麼容易嗎 是啊 哪裡又那麼容易啊 以前的人找結婚對象 一定要找人做美 而且還有門當戶對 才有機會接成夫妻 到了現在 以前拿大葵線賺食的母人婆 都沒有工作了 況且現在的人 都不再說是做門對做門 木門對木門了 最重要他們就說要有feel 老實說呢 單靠感覺是靠不住的 第一印象呢 常常會有偏差 譬如像我第一眼看的喬紅 哎呀完全沒有好感 哈哈哈哈 好在後來求叔呢 都取得你 要不然就蘇州過後 沒有停到 走保的啦 哎有的時候真的是 過了這個村沒有這個地兒 感謝神沒有讓我錯失良機 碰上他之後 我就一心一意跟定他 然後就噔噔噔噔 喬媽呢 從此都掉了三歲 做喬叔背後的女人 好了好了好了 不要說我了 過時又過氣的老太太 人就沒興趣了 我們講講那些現代的公主 你說那些公主 她們大多數都來自有錢的家庭 嬌生慣養 個個都好像生骨帶頭菜一樣 種壞了 所以就任性了 做什麼都打橫來 不理人的感受 其實每個父母呢 都愛惜自己的孩子 但要是把她們重壞了 做人廚師都滿不講理 那就太可惜了 嗯 我都很怕見到那些扮哭的女孩子 看到那些長輩嬌聲不出 怒爆爆 嘴都不笑 目口目面 見到她 你都覺得不舒服 也許呢 她們根本是不想出來見人 只是被父母逼著 所以就 母表情 刺鼓鼓 一聲不吭 怎麼鬥都沒反應 總的來說 其實就是任性 不懂人情事故 可知她生得多彪青 不懂大體 對人無禮貌 這樣就扣了分 是的 管她老媽怎麼出眾 土又吃表有什麼用啊 看她們做此事 你手忙腳就知道不行了 這些就叫做有姿勢 沒有實際咯 做事不單止拿手不成勢 而且最糟的就是 吃東西不做事 做事打爛東西咯 要是真是城市部主敗事有餘 那就不幫事吧 其實 百里之內 必有芳草 世上還真有不少好女兒 最後呢 找到那些入得去房 出得聽堂的老婆 又看得又做得 帶她出來大方得看 又不出來 幾好啊 除以了得的太太呢 全家都有口福 出得場面的太太 丈夫有光彩 兩者兼備 當然求之不得 但是 我還是覺得 德性好最為重要 因為那是發自內心的好品格 沒錯 有才又有得 有外在美 又有內在美的女人 簡直是丈夫的無價寶 她的價值遠勝過珍珠 希望各位未婚男士 都能夠早日找到 你那顆 價值連城的珍珠 已婚的男士呢 請你也要好好的 保養護膝 你家中那位好太太哦 好 才得的婦人 誰能得著呢 她的價值遠勝珍珠 再見 拜拜 拜拜 好東西 心 TI겨 一聲不吭 氣爆爆 刺鼓鼓 目口目面 面無表情 記都唔笑 什麽都都未反應 唔識大體 不懂人情事故 pourrait她管他 標青初衷 有姿勢 唔實際 土有此表 大手唔成細 手忙脚乱 食也不做也 做也打烂也 城市不足 拜事有余 入得厨房 出得厅托 厨艺了得 出得场面 才德的妇人 谁能得着呢? 她的价值远胜珍珠 针研三十一章十字 才德的妇人 谁能得着呢? 她的价值远胜珍珠 针研三十一章十节 阿Juna 知道你做到妈咪之后 你觉得母亲节和以往有什么不同? 当然是不同 以前我只是够责送礼的人 以前我妈咪才是主角 现在我身为妈咪 我都可以做主角了 我相信也会是 作为一个歌手 你是否可以随便和妈咪有关的歌曲呢? 也是的 例如《珍迪爱你》 《妈妈爱你》 《世上只有妈妈好》 等等 待会我们接着来的表演 会有妈妈和女儿的表演 不过现在不如我们看一队父子党的音乐 就是由Lenny和她儿子 陈朗恒、Handford 所創出的一首是由顾家辉作的歌 叫做《Song of Love》 很期待 《Song of Love》 中文字幕作词 初音乐 I beg my friend how your message is sent to me With my heart and my mother love you give for free The wonder of your smiles with love The tender care feels so soft It's time to give with all my heart to my special ones I dedicate a song to you The song of love I love you I love you